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軍 歡迎鎖定今天2月25號 在星期五晚上7點55分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雙方交戰的結果 不管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似乎各有各同戰場上不同的說法 各有不同的死傷 那到底狀況怎麼一回事 俄羅斯軍方宣稱 他們已經成功摧毀了烏克蘭的空軍基地 包括了全面癱瘓烏克蘭的國防 尤其是烏克蘭這個國家的防空系統 那麼侵略者戰機在烏克蘭的天空持續在燃燒當中 這是他們所講的 可是烏克蘭的軍方也聲稱 他們成功擊落了俄羅斯有7架軍機 包括了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他們也說 我們擊毀了俄羅斯有30台的坦克 包括130個裝甲車跟7架飛機 我們不知道 在俄羅斯的濱嶺城下 在禁逼基辅的同時 目前戰雨密布 基辅到底面臨到什麼一個狀況 而俄羅斯從陸海空三方面全面在攻入基辅的同時的 炮火席捲了烏克蘭超過25個城市 從入侵的第一天看得出來 烏克蘭已經有137人死亡 316個人受傷 那麼在開戰第二天呢 當俄羅斯的飛彈攻擊持續在基辅的暗夜當中 爆炸巨響不斷的同時 CNN的記者還告訴大家 散兵勃小出擊 而且他接管了距離基辅只有32公里的 這個安托諾夫機場 我們看到雙方面的制空拳在全面 在爭奪戰當中 制空拳成為俄羅斯的囊中部嗎 因為俄羅斯的空降部隊 接管了烏克蘭的首都機場 未來形勢會怎麼去演變 烏克蘭在空防可能失守之後 有可能真的數小時之內會失守嗎 為什麼來自於美國的軍方都認為 極有可能96小時會被攻下來 這個情勢會怎麼去演變 基辅真的會淪陷嗎 來邀請關鍵性幾個來賓 同時進行連線 首先為了介紹是前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 譚耀蘭老師 大家好 好 在我們現場當中 我們頭部要連線幾個關鍵性人士 包括了蘇紫雲博士 另外在現場還包括了資深媒體人 他是鍾連晃 小君好 大家好 還包括現場當中為您邀請到前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趙怡翔 小君好 大家好 前陸軍上將以北辰 小君好 大家好 前雄三飛彈總工程師張誠大哥 小君好 大家好 整個情勢的發展 尤其在國際財經方面 林昌新馬上回到我們現場了 包括國民黨文朝會的副主委黃子哲 要帶我們回應 以及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楚音 因為在這個當下出現了有這個孫文的說法 包括了這個黃智賢的說法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昌老師 也要加入我們討論 獨家連線包括了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蘇紫雲 蘇博士 好 我們來看看目前情勢最新發展 飛彈精準命中機場 空軍基地傳出爆炸聲 烏克蘭首都基辅的中部也驚喘連環爆 烏克蘭全國各地響起警報聲 烏俄戰爭拉開序幕的一天 烏克蘭就有至少137人死亡 其中烏克蘭領海邊界屬於關鍵位置的蛇盜 遭到俄羅斯戰艦轟炸 早上13名烏克蘭士兵全中陣亡 但他們就算知道打不過 還是拒絕向對方投降 烏克蘭第二大臣米達列斯 地鐵站擠滿了避難民眾 機鐵地府同樣是避難人潮 逃離家鄉的烏克蘭民眾受訪時 忍不住落淚 我只是不相信有人會這麼邪惡 國家陷入戰火 烏克蘭總統泽倫斯基傳出已經逃跑 但他出面摩执傳言 骨子沒刮 一身朴素T恤 泽倫斯基看起來也沒好好睡過 眼看烏克蘭岌岌岌可危 他對於歐美 直洞口 沒幫忙的行徑顯然兵場不滿 拜登少早再度踢平普丁 有預謀發動戰爭 但普丁也再次表達自己立場 表示歐美讓俄羅斯別無選擇 歐美和俄羅斯持續隔空故罵之際 烏克蘭目前已經強制十八到六十歲 後備軍員動員 決心要跟俄羅斯四戰到底 那我請教張誠大哥 志工權爭奪戰當中 目前為止真的讓俄羅斯取得了優勢嗎 基輔現在狀況到底有多危急 飛彈攻擊的過程當中 到底呈現什麼狀況 而俄羅斯這次所出動的 又是一個什麼樣飛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整個烏克蘭的情勢的狀況 那這邊是首都基輔 那我們已經知道了就是說 在他東邊有兩個地區宣布獨立 而且已經被俄羅斯承認 那更早之前的克里米亞已經被俄羅斯占領 我為什麼先提這兩個地區呢 因為這兩個地區就代表俄羅斯 可以有部隊進去的地方 那我們也知道在2月9號到2月19號中間 俄羅斯跟白俄羅斯有個聯合軍演 為什麼要跟白俄羅斯聯合軍演呢 我們把這個烏克蘭的整個結構我們看一下 東烏克蘭跟西烏克蘭 東烏克蘭靠近俄羅斯 事實上這個地區呢 我們講親俄的人民比較多 那也因為長時間以來呢 跟俄國人不管是通婚或等 這邊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東烏克蘭的部分 有發生所謂獨立的事情 那我想講一件事情先看著 就是這邊可以發生所謂宣告獨立 那代表烏克蘭的重軍這邊並不多 並不多 他把重軍放在西烏克蘭 那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呢 這邊叫首都基辅 我們作戰 一個首都被攻下來之後 其實戰爭已經結束 打完一半了 怎麼這樣講呢 首都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 中央政府就是腦 經過神經系統去管理整個國家 當如果首都出問題的時候 那是不是戰爭就結束了 所以在現在 在我們節目剛開始前 我看下新聞 有五個國家的大使館 已經簽到立維夫這個地方來了 就靠近波蘭這個地方 就已經先簽了 這個地方是很危急的 那我們現在再把這個局勢來看的話 那從這個結構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個東西 到底烏克蘭現在有多麼的危機 第一個呢 我們看到就是在東部的有個機場 東部的機場 大家看到一個巡弋飛彈 轟炸機場的畫面 這是拍下來的 巡弋飛彈轟炸機場 是什麼意思呢 是一種遠距競爭打擊的目標 他遠距競爭打擊武器 他打機場就是要破壞 烏克蘭的滋空權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這是在烏克蘭 在烏克蘭有個軍事學院 我們在軍校好了 半夜燒炸火 表示說這個這一定也是巡弋飛彈打的 就遠程打擊巡弋飛彈打的 那這種巡弋飛彈呢 破壞了軍事學校之外 他能不能破壞別的 破壞軍事學校這個警訓 他讓你說我還可以再打你的基地 第三個更重要的地方呢 我們看了 基輔我們剛才講到基輔是首都 那CNN記者直擊到他們的散兵部隊 這邊看到的部隊就像是散兵已經觸地 收散集結 準備去奪取機場的畫面 這散兵在集結 這個我有覺得這記者真勇敢 這個是真槍實彈的人 那個機場在基輔的北邊 大概20公里的地方 好 為什麼要奪取那個機場 剛剛我們看到東部的機場 是用巡弋飛彈摧毀的 可是北部的機場什麼意思 好我剛才講打下首都 戰爭結束一半 那如果這個先頭部隊 這個空降部隊 可以直接到機場 把機場守住的話 那後面更多的兵力可以過來 所以在左邊這邊有一個圖案 就是大家看到直升機 陸航 他們那個俄羅斯陸航 第一空降飛過 這個看起來就是運輸直升機 顯然是在著部隊進入那個區域 也就是要躲機場 也就是說我想講 基輔這個地方 已經被俄羅斯的部隊 陸軍部隊 已經節節逼近了 基輔這個白洛斯邊境有多遠 200公里 200公里到底多遠 我們到台中而已 很快很快 非常快 那這是現在整個戰爭的結果 那在海岸的部分 這邊大家看 在那個靠黑海這邊有個軍港有爆炸 也是用巡弋飛彈打的 我現在講了很多的巡弋飛彈 這巡弋飛彈是我們做工程的叫做二字的戰斧 就是美國的戰斧巡弋飛彈非常強 做軍用飛彈 俄羅斯也有 那這個戰斧巡弋飛彈 它有幾個版本 幾個版本 射程的話就從 500公里 2000公里 2500公里都有 那俄羅斯正在研發4000公里 這不是阿井 這種巡弋飛彈 二字戰斧中的巡弋飛彈 是可以帶核彈頭的 那這個才是後面真正的威脅 好 我們先把大結構看完了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現在俄羅斯的部隊怎麼進來了 可能從南邊 可能從東邊 可能從北邊 那我們也提到說 南邊克里米亞已經是俄羅斯佔領了 東邊的話 基本上烏克蘭的主要兵力不在這邊 主要兵力在守著基辅 好 那現在要看的就是 從北邊來的軍力什麼時候進入 好 我們戰爭有兩個階段了 第一個階段叫序戰 序幕的序 秩序的序 第二個階段叫做會戰 如果續戰可以直接到決戰 就是現在的作為 好 剛才96小時 如果續戰可以直接到決戰 就是斬首成功 把總統抓起來了 把中央總統管制住了 烏克蘭全部投降了 大家都不相打仗了 決戰結束了 好 那這個是俄羅斯想要的一個劇本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蛇島 蛇島 13個人 拒絕投降 戰到時為止 如果整個烏克蘭 尤其西烏克蘭這邊的軍民 有這種決心 那後面就會變成會戰 什麼叫做會戰 就大部隊開始要進來了 我們在歷史上 讀過很多會戰的故事 都從遭遇戰轉成會戰 好 如果烏克蘭人有寸土不浪的決心 我講的更比較土地 我可以把路挖破掉 我可以把橋斷掉 讓你寸步難行 慢慢推進 這個時候有地利之變的烏克蘭 可能就有機會做些氣息 那整體講起來 整體講起來 從不管從補級線 作戰線來看 烏克蘭的軍力是 遠落於俄羅斯的 那也就是烏克蘭這場戰爭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後面那一段 國際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從國際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想先提一件事情 我今天早上聽新聞 他開車聽新聞聽到一段話 拜登總統已經撤出 美軍駐烏克蘭大使館的軍事人員 這個蠻特殊的 為什麼要把它撤出 到底軍事人員在那個地方 是可以協助烏克蘭的 他把駐烏克蘭的軍事人員開始撤出 而且明白的 你聽到的是哪一個消息來源 廣播 這是新聞廣播 為什麼 觀眾朋友現在你聽 西方世界的媒體 看起來烏克蘭機會 贏的機會很高 如果俄羅斯的媒體 看起來俄羅斯佛小出擊之後 成功拿下基輔 那麼攻下烏克蘭機會很高 現在兩方不同的媒體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訊息某種程度是有點混亂的 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我比較希望 我比較會從真正的軍隊實力來做比較 為什麼要這樣做比較 也許烏克蘭現在站在地利之變 打架了幾個戰機 打掉幾個坦克 這個都有 都有照片跟影片的 譬如說烏克蘭用標槍飛彈 打掉幾個坦克 這有 有照片跟影片 烏克蘭用 尖式飛彈 托式飛彈 打掉幾個戰機 這個也有 這個都有新聞戰 但是整體大兵力而言 俄羅斯是遠強於烏克蘭的 整體 尤其是 我剛剛講 他跟白俄羅斯結盟之後 從北邊下來這股力量 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那我想今天為什麼 想談的為什麼今天 可以讓俄羅斯 與取與取的就開始動兵 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今天我早上聽新聞廣播 說 拜登 請 把美國駐大使館裡面 軍事人員撤離 那我們看看 拜登到現在到底做了什麼 整個戰爭為什麼變成現在這種局勢 我看的觀點就是姑息 姑息 姑息 從開始有戰爭可能性的時候 北約用了各種理由說 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 各種理由 用了各種理由說 我們美軍不能參戰 就是美國不能介入 用了各種理由 我覺得那些理由 都是言之有理 但是呢 卻是給了俄羅斯做個作戰準備 讓我們想起來什麼情形 二次大戰前這個國家叫波蘭 波蘭 那個時候也是姑息主義 是 波蘭到二次大戰宣戰之後 有幾個月的時間叫做假戰 根本沒有打戰 英化根本 英國跟法國根本沒有出兵 那時候的蘇聯跟德國就把波蘭佔領了 假戰 已經宣戰 已經宣戰 看他的地理位置 波蘭在這個地方 英化在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蘇聯是在這個地方 波蘭剛好在德國跟蘇聯交界的地方 然後已經宣戰 二次大戰已經宣戰 英化已經都對 對那個德國宣戰了 沒有任何作為 波蘭就被德國跟俄羅 跟蘇聯瓜分掉了 那我們在東方呢 在亞洲呢 也是我們對立看戰 我們看了 在我們對立看戰過程中 我們中國有很多外國的殖民地 那些殖民地呢 那些外軍 就各國列強的軍隊 看到日軍怎麼樣殺燒如月 沒有反應 姑息 我們現在把這兩個事情拿來看 如果日軍那麼強大 中國這麼弱 國旗都不管 那日軍會不會打中國 當然打啊 這邊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最近烏克蘭這個局勢 不是今天跑出來的 他是一隻眼鏡過來的 當然從烏克蘭想加入北約 那俄羅斯說不行 你這在我旁邊加入北約多 威脅太大 等等這些跡象 但是一直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北約 不管是美國 都沒有任何軍事作為 但還是要祷告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姑息一定會讓俄羅斯 動兵動武 現在差別在哪邊是 九十六小時結束 還是四個月結束 差別在這邊而已 那烏克蘭自己的戰鬥決心 是最重要的 烏克蘭的戰鬥決心 會決定國際後衛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我想這個的分析呢 是讓提醒我們大家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看這件事情 要注意這個反應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台海問題當然跟烏克蘭問題 有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有護國神山 這個護國神山這個因素 像台積電這些半導體產 它帶動全世界的經濟 國際會不會姑息 我們要觀察 但是呢 因為我是軍人出身 我們是律己從原 律敵從寬 從我的觀念來講 我會認為說 我們不要靠別人 自己國家自己救 我們要足夠的軍事實力 讓別人覺得 對我們動武他會很痛 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要像烏克蘭這個樣子 烏克蘭的現況其實 我講烏克蘭 我跟很多朋友講 烏克蘭自費武功很久了 不是一天的事情 他從脫離蘇聯開始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自費武功 自費武功 烏克蘭的軍事實力 本來非常強的 在蘇聯時期 現在全世界最強最強的 洲際彈道飛彈 射程一萬六千公里 叫做沙彈 它上面所帶的核彈的數量 50枚這種沙彈的飛彈 叫沙彈的彈道飛彈 如果打到美國本土的話 美國就回到十七時代了 回到十七時代 這很厲害的武器 那個武器是烏克蘭做出來的 現在全世界最厲害的彈道飛彈 做出來之後給誰 給蘇聯 那時候還是蘇聯共和國之一 整個蘇聯之一 那為什麼講到自費武功 他從宣布說他們要廢核 那是個戰略問題 我就不談了 之後他們對他們的國防 其實是慢慢鬆弛的 那加上國內的政府的不清廉 等等等的事情 讓軍隊的士氣慢慢低落 到今天演變成說 人家看到你就是 我覺得不打你 我都對不起我自己 那是烏克蘭自己的問題了 但是國際的呼吸主義更嚴重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跟他們狀況不一樣 我們重視自己的防衛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 萬一有一天他還發生戰爭的時候 國際主席主義怎麼看我們 張大哥謝謝你 非常關鍵 雖然戰略位置 台灣跟烏克蘭的重要性 跟各方面是不一樣 絕對是不一樣 但是世界各國共同一樣的是 面臨到這種侵略者 自己國家自己救 別人不可能替你打仗的 更多的問題跟張大哥請教 你等我一下 我們連線給這個蘇紫雲蘇博士 蘇博士我想請教 以目前為止 剛剛看這個張大哥的分析 你覺得目前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 現在處於是什麼樣的階段 看得出來他的一個軍事戰術嗎 蘇博士 小軍我的觀察是現在 是在所謂第二階段 很清楚的就是說 我們稱之為滿洲國時克 也就是斷列刺克跟烏干 烏干刺克這兩個共和國的成立 變成俄國出兵的藉口 那普丁是一個政治精算師 他所稱聲的 特別的軍事行動 就是寒闊到所謂違和任務 人道救援任務等等的 接著他立刻就說 要烏克蘭接受兩個條件 就是說解除烏克蘭的武裝 還有要烏克蘭就是中立化 所以他是有限的軍事行動 要達成政治目的 很像克勞塞維斯所說的 就是戰爭是政治另外用手段的延續 第二個從軍事行動上來看 大概我可以把它定調成 他是一個快閃戰 因為烏克蘭的經濟 其實不適合長期的戰爭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精準的 就是彈藥的攻擊 還有他的地面部隊 不是傳統的進行野戰的這種大軍的前進 因為烏克蘭的地形 目前還不適合就是機械化部隊運動 都是沿著公路前進 那在這種精準彈藥攻擊 包括我們目前從影片上可以過濾出來 大概知道一些型號 就包括KH-31P這種反骨色的飛彈 攻擊烏克蘭的雷達還有通訊戰 然後還有就是KAB系列的雷射導引炸彈 當然他裡面有些型號是用衛星定位導引的 那這些可以看得出 就是普廷他結合他所謂特殊的軍事任務 還有就是他有 現在所使用火力兵力的一個手法 就是想要塑造一個就是心理戰 震撼與威懾 希望用這種就是火力打擊來讓 烏克蘭的政府跟民間的士氣瓦解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 就是普廷他所設定的一個政治目標 這是目前看到一個狀況 但是我想一個就是很不捨也很感動 是烏克蘭他的蛇島13位守備官兵 這是全體殉職陣亡 不向二軍投降 這讓我想到就是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很多人都還記憶猶新 當時台灣還在民主化初階階段 那外島的官兵這一種就是不分藍綠 就寫好遺囑 表現出同島一命的這種志氣 跟保衛中華民國這種決心 我想這是我們最珍貴 也是我們跟烏克蘭 就是說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當然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看 烏克蘭他有很多零星的抵抗 我們還沒有看到烏克蘭的主力部隊出現 很可能就是 他把25萬左右的正規軍化整為零 還有後備部隊 因為烏克蘭他比較吃虧的是 他沒有這個滯空跟防空的能力 不像台灣 除了主力戰機大概在350架左右 這是滯空 還有就是大量的防空飛彈 這是防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烏克蘭沒有空優 他可能就要把地面部隊化整為零 避免成為俄國精準彈藥的集中打擊目標 那如果他可以真的採取這種就是分散性部署的一個 軍事策略的話 那俄國他後續的入侵部隊 可能就會遭遇到更強烈的抵抗 那俄國可能就會陷入一個泥腦 這也是為什麼從戰略上來看 我們可能戰術往回推 就是美國跟英國為主的西方國家 採取經濟制裁的主因 其實俄羅斯的經濟並不是頂好的 那他在2020到2021年之間 就經濟的GDP還倒退 在這種情況下 普廷他可能就是變成他出兵的一個 就是轉移內部不滿焦點的一個主因 那如果加上經濟制裁 還有如果烏克蘭可以就是展現 他們的防衛決心跟意志 那俄國很可能是掉進一個就是政治的泥鬧戰 從演1980年代 現在就是當時前蘇聯入侵阿富汗 就是整個可能灰頭堵臉的一個狀況 那加上經濟制裁的效果 可能會讓俄國內部的 就是反對人士 就是會 就是更加的集結反對普廷 這是英美的一個更長遠的戰略鋪陳 那但是小峻我想還有今天有個很重要事情 就是可能大家都有注意到 就是一些鄉民在網路上探討 臺灣的軍力是排名21 只有比烏克蘭22多了一名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很謹慎去看待 不要變成一個就是變相的論資作戰 對自己的就是國防力量跟這個信心造成影響 事實上這個就是戰力排名來自於叫 Global Fire 就是這個軍事網站 他其實不是一個很嚴謹的一個就是 評估戰力評估的一個方式 比較可信的比如說瑞士信貸公司 他所做的這種是比較科學化的評估 那依照瑞士信貸公司 他所做的戰力排名 就是在2021年版 出版的時候 台灣是名列第13名 還強迫以色列 德國 甚至加拿大等等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目前網路上很多訊息 那大家在看的時候 可能要就是 謹慎一些才能去做一個論斷 這些是我覺得就是目前看到狀況 最後我想強調是 台灣跟烏克蘭情況完全不同 地緣政治上面 烏克蘭向來是北約跟俄國一個巴河 就是反衝區 那他有很多歷史上政治上的結構問題 我們簡單講烏克蘭 目前的情況是陷入一個安全兩難 QT dilemma 他跟俄羅斯是相對的 烏克蘭覺得他要加入北約才會有安全感 那俄羅斯覺得你加入北約 俄羅斯可能本身覺得不安全 這是我們所謂的安全兩難 那在台海的政治地緣就完全不同 地緣政治上來講 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是我們核心的利益 那同時台灣中華民國的生存 對於日本韓國海上交通線也是關鍵的 也就是比如說日本90%的石油 76%天然氣都要經過台海周邊的水域 所以這關乎到日本的能源安全 所以日本的政治領導人物 才會多次的講說 台海有事就日本有事 以美國來看的話 美國本身在強調這個飛彈防禦 其實跟台海也有關聯 因為中國的洞九式戰略和潛艦 他所攜帶的巨浪二型潛射彈道飛彈 一定要經過台灣南部的巴士海峽 進入菲律賓海 才可以把美國西海岸納入射程 所以從台灣的地緣政治上來看 我們的安全是跟 美日這些潛在盟國息息相關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戰場的環境不同 烏克蘭是所謂 Ground Warfare 就是地面戰 可能就是走路 還有戰車就可以直接進入國境 威脅到烏克蘭 那台海是這種C Warfare 就是海空戰 他的本質是科技決定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相對是稍微幸運 有利於防衛自己 也有利於盟國在協防的時候 降低他的政治風險 因為地面戰會比較容易造成 激身 海空戰是比較少一些 可以做風險的控管 那第三個是經濟上的不同 烏克蘭的整個GDP 就是大概在3600億美元的規模 人均的所得大概也是在 對不起 烏克蘭是在3600億美元的規模 那他人均的所得 大概在3800美元左右 那台灣的話一年的GDP 平均大概在6500億美元的規模 我們只有2300多萬人口 烏克蘭是有4000萬人口 我們國民所得 也平均要快要到3萬美元 這反映出兩邊 在政治 在軍事 在經濟上的不同 更何況最後一個很重要 就是台灣的這種掌握科技 的戰略高度 也就是全球先進的這種半導體產品 都要靠台灣 九成都要靠台灣供應 我想台灣是有 跟烏克蘭完全不同的 戰略價值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戰略價值重要 就忽略烏克蘭 他們這種民主國家 生存的就是權力 那不知道什麼危險 我們只是在凸顯 就是我們在觀察烏克蘭 這種情境的時候 千萬不要就是受到一些 就是不實 謠言的比喻或影響 影響我們民進士氣 那回到這個 張博士身上 好來 張誠大哥 軍力的比較 是不是差距非常大 那尤其是地面部隊 我們剛剛看到的 烏克蘭很顯然 在制空權方面 弱了 那麼飛彈 在俄羅斯飛彈 不斷的攻擊 而且攻擊超過 25個城市的過程當中 你剛剛告訴我們大家 他這一次用的巡迷飛彈 非常精準的轟炸 許多的軍事要塞 可是同時 再次同時 我們看到 在距離基辅好像我印象當中 奧德賽 是不是也有二三十公里 他的坦克 其實已經登陸了 坦克 那是不是坦克 還是在他的烏克蘭的周圍 還沒有全面進入嗎 地面部隊 現在到底呈現一個 什麼樣的情形 尤其是在二月選榮之後 我們曾經說 其實俄羅斯你要全面入侵 你必須要承受極大的風險 而現在他整個坦克部隊 是不是有避開這種原野之間 直接走公路 公路跟你原野 是差很多 來這部分你的觀察是什麼 這樣子 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現在看到 俄羅斯對烏克蘭所做的 軍事作為 現在僅止於遠距精準打擊 跟少量陸軍部隊的登陸 現在只有這樣子 這樣不是沒效 這樣的作為 如果可以產生斬首行動的效果 那就達到目的了 如果可以 所以我剛剛提到 烏克蘭有沒有死守土地的決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烏克蘭有死守土地的決心 他的二十幾萬部隊 目前還不知道 就是藏在哪裡 我們還是不知道 我大膽的預估 通通在西府的附近 就是因為要做首都保衛戰 好 那 所以他的二十萬大軍 真正的正規部隊 還沒有全面進駐 沒有 應該講烏克蘭的大軍 現在還在陣地裡面 還在陣地裡面 俄羅斯呢 還沒有跟俄羅斯的部隊正面接觸 俄羅斯的大部隊 將近十九萬二十萬的部隊 目前還沒有大量越過邊境 還沒有 當俄羅斯的部隊越過邊境 就是我進入到第二個決斷 就是會戰的情形了 要進入會戰 如果打到這種情形 剛剛講第一個情形 如果現在的軍軍打擊 小量地面部隊的進駐 就達到斬首的目的 烏克蘭投降了 戰爭結束了 但烏克蘭如果有作戰到底的決心 那俄羅斯部隊進來 不是一天進得來的 雖然他在接近兩百公里遠的地方 已經佈置了佈陣的一些軍隊 將近十九萬的部隊在那邊 但是要進入邊境也要發生 好 小軍剛剛講到重點了 他到底怎麼進來 道路進來是最方便的 從不是道路進來一定會增加難度 好 那如果是這種概念的話 因為他不是只有坦克還要運兵 運兵如果不是走道路 他難度是有的 那可是大量的陸軍部隊進來 那不是只靠坦克的 那道路很重要 所以今天當我聽到一個新聞就說 那個車肉比電廠 俄軍進駐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車肉比電廠那個位置 現在不需要車肉比電廠 因為那個能源 不是現在要控制的地方 而是那邊是不是個交通要塞 它是不是要佔領交通要塞 然後讓它大部隊可以進入基辅 這才是重點 因為我對烏克蘭的交通 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剛剛看到 他們的空降部隊 一個是從閃兵 一個是陸航 都去佔領基辅的機場 為什麼要機場 這樣才可以大量的運輸去 大量的運兵進來 快速運兵進來 如果在這個結構之下 在這個結構之下 俄羅斯要進入所謂的會戰 它至少還要10天時間準備 才能夠把大兵力運進來 那這個時間 烏克蘭也不是沒有準備 它事實上在小兵力還沒有 俄羅斯大兵力還沒有集結的時候 如果烏克蘭發起起起起戰爭 那個攻擊是有效果的 那就看烏克蘭有沒有一個 像我們余將軍那種 懂得做戰術的戰略現場做指揮 那也就是說以現在的局勢講起來 從裝備講 從戰術的戰略位置講 俄羅斯真的上風 但是不代表烏克蘭沒有機會 來 張大哥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是 美軍說96小時之內 其實有可能可以拿下基辅 那我們做一種假設 第一個真的可能速戰速決 好 速戰速決 我們假設96小時 如果不是速戰速決 這個戰如果持續到一個月 誰輸誰贏是不是很難說 烏克蘭現在看起來是兵敗 兵敗的烏克蘭難道代表 他沒有逆轉勝的機會嗎 那你怎麼看 在我的觀念裡面 一個國家的作戰軍事力量 後面有兩個東西資助很重要 一個叫科技 另外叫做經濟 那我們來看看俄羅斯的經濟力量 俄羅斯的只看GDP的話 它跟韓國一樣多 南韓一樣多 只看GDP 當然還有別的外匯全體 還有很多參數 為什麼只看GDP 因為只看這個參數了 就知道它的經濟實力 到底擺在哪個位置了 那也就是它能不能打持久戰 俄羅斯能不能在經濟上打持久 我想說戰爭的背後 軍事的力量背後有兩個東西 一個科技 一個經濟力 那從經濟力來講的話 那俄羅斯能不能打持久戰 其實是個問號 是個問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會用現在的作為 就是我講續戰的方式 趕快去斬首 趕快把戰爭趕快結束 然後我用大的兵力來威嚇你 你不投降我就怎麼樣 這是俄羅斯的想法 但是如果真的再打下去 我跟你講至少要10天 才能把大兵力拉進來 然後拉進來之後 後面的戰爭 如果烏克蘭有決戰的決心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打得下去 雖然沒有滯空權 不代表不能打仗 是 所以西方的資源 包括如果遠遠不決 關鍵性的5G也提供的話 重點是烏克蘭自己當地人的決心 即使是持久戰 如果打一個月 誰輸誰贏很難講 而且烏克蘭如果撐住了 俄羅斯恐怕慘喔 而且世界局勢可能會改變 你說什麼 世界的局勢 因為現在我這樣講 烏克蘭我剛講烏克蘭自費武功很久了 所以人家不太想去幫你 但是烏克蘭如果展現我守土決心的時候 別人看法會改變 為什麼可以讓一個想生存下去的國家 讓它滅亡 這個國家概念就改變了 好 謝謝張大哥 同樣的問題我請教蘇博士 包括這個太陽蘭老師 來蘇博士你人在線上 蘇博士這個問題就是我剛剛所請教的 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方面 剛剛你特別提到了 美蘇現在所展開的一個戰略裡頭 不排除 是不是也不排除 進入長期作戰 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 外界一直在回憶 拜登跟歐洲的制裁政策是留一手 第二個問題 真的可能面對長期抗戰 長期作戰的話 如果持續一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誰輸誰贏都很難說 蘇博士你怎麼看 我們簡單講 就是說俄國跟美國 目前某個政治上面的戰略是一樣的 俄國希望用快閃戰 我不稱為閃電戰 因為俄國沒有持久的作戰 戰爭的遂行能力 所以我把它稱為快閃戰 就是用這種兵力的威嚇 還有火力的打擊 我們剛才講它是戰略心理戰 要瓦解 烏克蘭政府跟民心的新防 那 他的目的就是要至少 就是假設可以推翻 這個澤文斯基親西方的政權 那可以有個親俄政權 那就達到一定的目的 同樣的 目前美國英國 就是讓俄國他如果要打這個戰爭的話 是沒有持續的一個續航力的 我們知道剛才有提告 俄國的經濟其實不是那麼的順暢 就是他在2020到2021年間 他GDP是逗退嚕的 所以內部他其實貧富差距非常的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 俄國內部就有很多的都不滿勢力 那加上現在的經濟制裁 還有如果俄羅斯 在烏克蘭變成一個泥鬧戰的話 那可能普丁政權就會面對很多的挑戰 這就是西方跟俄羅斯 同樣都是從對方的內部 想要去就是改變他的那個 就是作戰動力的一個主因之一 那第二個最關鍵 我覺得在現在第三階段 如果開始我們稱之為終局之戰 關鍵不在俄羅斯 也不在西方或美國英國手裡 我覺得關鍵在烏克蘭手裡 因為烏克蘭的地面部隊 其實數值並沒有說 那麼像他的數量那麼少 就是說一定會佔 佔那個就是吃虧 如果烏克蘭地面部隊 不管是正規軍 或是說他後備部隊 還有地方自願的這種國兵衛隊 可以有組織有計畫的 就是化整為零 躲避就是說他缺乏空憂的這種劣勢的話 他可以以換為例 也就是說搭配英國跟美國所提供 將近3000件的反戰車武器 還有刺針飛彈 他不會形成一個傳統的營 或是一個鋁的一個主要目標 被俄國的這個精準武器給摧毀 他變成比較化整為零的話 很有機會可以組織 依靠公路系統運動的 俄羅斯的坦克重隊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你在原野上 如果在秋天或是夏末的時候 烏克蘭市比較像是草原地形 適合這種機械化部隊運動 可是在春季 這時候就是不適合 大規模機械化部隊運動 要走公路 那在公路上就變成集中的一個車隊目標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第三階段如果進入到終局之戰 烏克蘭自己的防衛決心跟意志 是有機會可以扭轉戰局 那決心 在最後就是看烏克蘭政府 他的指揮鏈能不能發揮效果 還有就是烏克蘭這個軍隊 還有後備部隊跟地方衛隊 這種戰術戰法 可不可以就是以小博大 我想就是目前很清楚的 在現在 就是俄羅斯的這個戰術攻擊 就是在破壞烏克蘭的這個指管通電系統 也就是他指揮鏈 還有就是我們看到他很多雷達 被俄國的反輻射飛彈摧毀 經常被攻擊 所以俄國他現在是先進行這個 所謂的類似電池作戰 破壞烏克蘭的這個 通訊跟那個戰場管理系統 那再來就是心理戰 那最後進入終局之戰 我想地面戰烏克蘭並不會 這是說基於絕對的劣勢 只是目前還沒有看到 烏克蘭的主力部隊出現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 在做一個眾生的防禦 也就是先放那個 俄羅斯的這個軍隊進來 然後俄羅斯的軍隊補幾線拉長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補幾線拉長就變成一個弱點 那這時候烏克蘭有機會 做一個戰略的一個反攻 吃掉那個入侵的俄羅斯部隊 我想就是現在看到烏克蘭有一些 零星的戰術上的一個成果 那這可以做為後續一個觀察的 最重要指標 是 謝謝蘇水雲博士 來我請教室來探討 是您的觀察是什麼 我請教室 我請教室